嗨 又见面了 我是龚俊 我今天正在为Gana红毯的造型做准备 想看看我做什么样的造型 来吧 我今天的这个装发的感觉就是 因为要搭配衣服嘛 它是一个偏密白色的一套礼服 然后就是装发的感觉就是 简单 干净 俐落 帅气 阳光 就可以了 我每次出席活动或者是拍戏之前 早上都会进行一些简单的消肿 可能睡觉起来脸有点肿 然后就多喝 我会喝一杯美式 它可以消肿 然后还有多喝水 或者附一个面膜 也能有起到一些消肿的效果 或者这么把脸这么往上提也行 要是有时间的话 因为之前都是在电视或者是在 网络上看到的Gana红毯 然后也是我非常向往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 因为很多电影人 前辈都会带着一些作品来到这里 这次就是来一个学习感受不同氛围的一个过程 我现在今天的行程 安排得非常非常满 就是从早排到晚上九十点钟 然后基本上休息不了 我今天穿的这套旅服呢 是来自Jason Wu老师的特别定制 然后它是一套偏新中式风格的礼服 上面有流苏有琵琶扣 然后都是咱们中国的传统服装元素 我非常喜欢它上面的花卉 是以菊花为创作灵感 然后菊花在古典的诗词里面象征着高洁 很喜欢这个比喻 还有琵琶扣它象征着吉利 吉祥 希望我今天走上红毯 能够把咱们中国的元素穿给大家看看 我现在已经出完装了 准备换今天晚上的礼服了 Let's go 这就是我今天晚上的礼服了 这套礼服呢是由华裔设计师 Jason Wu的特别定制 然后我非常喜欢这上面的 一些中式语元素的点缀 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扣子 它是以咱们中国的传统 琵琶扣为元素设计的 琵琶扣呢又与琵琶鞋音象征着吉祥如意 上面呢还有一些流苏的设计 让这件服装非常的具有流动感 还有这上面的花卉 绝大多数是以菊花为主 大家都知道菊花在咱们中国古诗词里面 象征着高杰 它也是花中的四君子 这一身搭配起来呢 就显得我非常的儒雅 偏偏公子的感觉 我现在呢已经换好我的礼服了 我准备出发去嘎那红毯 走吧我们红毯上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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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